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这阶第五季好看吗? 赛制变更缺少看点 王一博撑起收看动力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开播了 在万众瞩目中开播 第一期看完后,你做何感想? 这档节目做到第五季已经不容易了 这次赛制更改后,直接来了团队晋级赛 Ballot的精华都干脆地搬了出来 正常来讲,应该更燃更炸才对 结果却是与愿违 以前我们看过太多了大神级别的舞者 Ballot的氛围感每次都挺燃 然而这次主打新生大舞者 很多年轻舞者并没有太多经验 整个氛围感直接下线了 甚至连互动都没有 着实有点尴尬了 对于这就是街舞而言 这次赛制的变更 无疑是考虑到了新舞者的表现 所以请来了大师团的助力 一方面是传承 一方面是引领 可惜开播第一期的表现 只能说一言难尽 其实 不仅节目组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带来的差异化 而是网友的看后 都直接提出了质疑 这次的街舞 好看吗 对此很多人持有不同的观点 认为这就是街舞主打新生大舞者 自然需要给族发挥的空间跟机会 多一些包容 但是更多人是不买账的 赛制的变更 让最人最精华的东西都拿出来了 都没有带来想要的东西 的确缺少了大家继续惯的动力 这一季街舞 很多人奔着UNIQ王一波而来 这次他还是保持该有的水平 从开播的队长大秀 到后面选人的专业态度 跟对于赛制自己的看法 还是那个热爱街舞 尊重街舞的王队长 王一波是很懂街舞的 所以他保持自己的风格 严格的同时 也深知其中很多新人的内心感受 可能因为性格的原因 主动给予了他们表现的机会 做到了兼容病师的方式 让有实力的选手展现了自我 这次的街舞 为何引来这么多人的质疑 除了之前说的毕竟主打新生代以外 更重要的是 缺少了队长带领团队直接来罢了 这种的看点都没了 让人有种意难平 为何说 这次还是需要王一波来支撑 看下去的动力 毕竟这次的四位队长 热度最高 话题度最高的还是王一波 从街舞官宣队长后 就被网友吐槽 这是最low的一届队长组成 从第一期表现看 也怨不得网友吐槽 新来的两位队长 出来乍到 请多关照的态度 全程表现都不出彩 甚至话都不多 更是没有太多的互动性 着实让人一头雾水 甚至连综艺杆都没了 事实再次证明 所有的看点 只剩在王一波这里了 从刚开始的调侃 深知节目组的套路 到队长大秀 更重要的是他的专业性 都太有个人风格 王队长还是保持了自己的水准 最后呢 还是想说王一波最后那段跟AC的舞蹈 真的太帅了 合理化解了舞台上掉麦的细节 还能给我们来带了报效的看点 真不希望这档好的节目 失去看点 希望后面能够让更多优质的舞者 展现出来该有的实力 太帅倒了 太帅了 太帅了 次航空